回收场半夜起火燃烧 里头的废五金被烧到焦黑 弥漫烧焦味 起火点旁边就是业者母亲和看护 平时居住的铁皮屋 来不及逃出来 酿成一死一伤 业者怀疑起火原因不单纯 停车在这边 一次停了都差不多十几天 来换车的时候 骑摩托车过来都占位置 然后我就 货车就把它占起来 可能这一点有点问题 为了厘清起火的状况 业者已把监视器交给火调人员 希望可以帮忙查清楚 业者说这个地方会起火 就很不寻常 都是塑胶袋 一些会五金而已 不可能起火 已经晚上了 你如果白天还有可能 白天天气那么热 还有可能 看护和妇人当时居住的 就是回收场里头的 这一个铁皮屋 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呢 业者说是因为 妈妈的身体行动比较不方便 才会选择让她住在里头 因为是一楼 又有车可以直接开进来 方便母亲进出 86岁妇人 有五个儿女 但因为行动不方便 和看护住在这里 已经超过一年 发生火警当下 看护打电话向老板求救 说门外火很大逃不出去 接着就被浓烟呛晕 看护松离之后 还是不幸身亡 业者母亲则是上午 转到家户病房 被火烧过里头 一片凌乱 员工一早回来帮忙善后 但这把火是怎么来的 业者只想尽快理清 TVBS新闻最后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